欢迎来到逢IMB,通过下面的新闻,让我们一起关注新疆美女迪丽热巴的日常活动,日程安排,电影和趣闻。 《安乐传》龚俊一身黑衣香金鞭,迪丽热巴紫衣配白发,新鲜又好看《安乐传》这部剧可以说已经火了,什么时候播出还没定, 但观众已经望眼欲穿,巴不得跑到导演门口天天蹲点,只为早日目睹剧中人的半点风采。 当然,这也就是有点夸张的说法,目的就是为了说明这部剧目前已经有多火了。 《安乐传》从刚开始拍摄的时候,就备受关注,但真正开始走鞘是从它孵化到开始曝光的时候, 尤其是龚俊的太子庄术还有迪丽热巴的可言可甜古装玉解饭,统统都是大家讨论的热点, 而且每曝光一组新造型,就让人越看越上瘾近期,女主迪丽热巴的一组新造型又出来了路透, 紫衣配白发,光看这个色彩搭配就很新鲜,毕竟迪丽热巴演了那么多年的剧, 什么红色粉色还有白色,经常看他穿,但紫色就很少了,更别提紫衣配白发, 可以说从未有过,实在令人眼前一心在原著中,有这样一段描述, 寒夜,从你买古西北那一日起,这个答案,我便再也寻不出。 这个白发造型,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环节出来的,毕竟之前任安乐都是黑发造型, 会一夜之间白了头,想必是经历了什么身心折磨,而整个故事线中, 似乎就这个地方存在着可能白发的情况。 当然,本人没看过原著,只是从细节推敲,若是不对,还请大家多多指教从路透的图片中来看, 迪丽热巴的白发造型很好看,而他虽然穿着外套,但从领口的造型来看, 他所穿的紫衣应该是之前爆出来过的那套看上去很俏皮的紫衣,如今换了个造型, 明显也是任安乐一个心境的转变,不得不说,这个导演真的很会把控细节, 说了女主还要说说男主龚俊的太子造型。 之前造型刚刚流出的时候,龚俊的太子造型很快就走上热搜, 被赞是贵气十足,但迄今为止讨论的最多的是龚俊的浅色系造型, 连官方放图都是浅色系的,但实际上龚俊在剧中还有全黑的造型, 从头到脚都是黑色,黑衣相金边,黑发配金冠,看上去十分霸气值得一提的是, 与迪丽热巴在古装中很少尝试紫衣配白发一样,龚俊也很少尝试黑衣配金冠, 虽然爵士千金中有黑衣造型,但帅气有余名气不足,所以知道的人很少, 而龚俊为大家所熟知的更多的是山河令中的红衣和白衣, 如今导演将他的黑衣造型再次搬上荧幕,也是很让人期待! 感谢您收看此视频! 请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打开通知铃以查看我们的最新视频! 谢谢,下个视频再见!